巨大閃光將方圓百里移為平地 這段電腦模擬引爆核彈的畫面 難不成將在加薩上演 以色列極右翼文化遺產部長 埃利亞胡 五號受訪時 竟稱對加薩投擲核彈 可以列入攻擊選項 還表示加薩的怪物們 不應該繼續活在地球上 激進言論引發嘩然 總理納坦雅胡急忙滅火 又將埃利亞胡無限期停止 而實際來看 若真的動用核彈 以色列自身勢必受到牽連 但以色列過去一個月 已經在加薩投下 一萬八千噸炸藥 等於每平方公里達五十公噸 威力更勝 廣島原爆 就在五號晚間 以色列對加薩陸海空攻擊 再度升級 外界估計未來四十八小時 就會大舉攻進加薩市 以色列目前推進狀況 已經完全佔領加薩中部 將加薩走廊一分為二 但恐怕還是無法完全阻斷 哈馬斯的行動 同一時間 美國五角大廈也罕見公布 一艘俄亥俄級核潛艦已經抵達中東地區 後方警務還能看到蘇維市運河大橋 加上不久前已經抵達東地中海的美軍艾森好好航母 美國以色列積極備戰 中東戰火看來只會越燒越旺 再次新聞上都報導